诗篇第七十八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 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 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十篇七十篇一至五节 当尊神为大 神啊 求你快快搭救我 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所我命的爆愧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收入 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 因羞愧退后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 当尊神伟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神啊 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耶和华 求你不要担言 这是一篇求神纪念的诗歌 在急难之日 诗人似乎看不见神的作为 所以他三次急切地求神 赶快拯救 不要担言 我们或许从生活的经验发现 神似乎总是慢条思理 不按照我们的时间和期待行事 如同扫罗面临要出兵之前的献祭 撒姆尔却迟迟未到 以致令他心急 如同以色列人期待一位大有威严 如同君王一般的弥赛亚 神却拆派了一位如同奴仆的君王 甚至是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王 神的作为时常出乎我们的预料 我们常说神有他的时间表 他的作为是奇妙的 但是他的作为却时常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神总是拖拖拉拉 不尽快采取行动 如果神行动的速度不如我们所预期的迅速 甚至没有符合我们心中所期待的时间表 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今天的诗篇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见 使人心急如焚 因为神似乎单言了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景况呢 本篇诗篇虽然只有五节 其中却有五个愿字 尤其是第四节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当尊神为大 当尊神为大的原文是 愿尊神为大 感谢主 这实在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生命课题 将一切的期盼归结在当尊神为大上面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时间表就让神来操返吧 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安息 并且尊他伟大 他就必帮助我们 因为他是以便以谢的神 是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 他将等候最佳时机来彰显他的得胜 鼎为炼银 炉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神的单言或许是在雕塑我们的品格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贵重的器皿 虽然这个过程并不好受 事情的终局却值得期盼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 天天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 相信他将为我们开路 主啊 求你使我常在你的光中得见你 我愿意与你同行 学习耐心等候 好让我的生命讨你喜悦 并且尊你伟大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诗篇七十篇四节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当尊神为大 是的 赞美你的话语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主啊 求你使我的心 能够寻求你 在你的面前 高兴欢喜 主啊 愿一切寻求你的人 都因你的名 高兴欢喜 愿我也成为一个 寻求你的人 因为我喜爱你的救恩 我要尊你伟大 主啊 我要尊你伟大 因为唯有喜爱你救恩的 我每天可以高兴欢喜 因为我自己心里面 知道你是值得我来 尊你伟大的那位 又真又活的神 是的 我的心 尊你伟大 我愿意寻求你 因为我们倚靠神 就欢喜快乐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人 常说 当尊神伟大 Amen 主耶稣 我要来说 我要尊你伟大 因为我是喜爱你救恩的人 我是蒙你拯救的人 我要一生因你高兴欢喜 Amen 是的 耶和华 我一生因你而高兴欢喜 因为我尊你伟大 Amen 在我的内心 你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 又真又活的神 我要继续地寻求你 我要使你的心得满足 感谢主 Amen 我相信是只有你 能够使我的心欢喜快乐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人 尊你伟大 他们天天欢喜高兴 主啊 我要一生尊你伟大 我要一生来寻求你 我要一生来活在你的救恩之中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